吴尼尼尼尼尚 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12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开始 大家来看到为了表扬以及感谢警察同仁努力跟付出 台东县警察局在12号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警察节的庆祝大会 来表扬113年模范警察 资深机优警察奖章 以及资深服务工友等等表现优异的人员 此外 台东的天后宫也捐赠县局300件的新式LED灯的闪灯式反光背心 来保障远景的执勤安全 为了表扬以及感谢警察同仁的努力以及付出 台东县警察局已经举行一年一度警察节庆祝大会 表扬113年模范警察 资深机优警察奖章 资深服务工友等表现优异人员 警察节庆祝大会由台东县副县长王志辉代表扬县长主持 王副县长表示 扬切林县长考量警销同仁工作心情繁忙 并感谢大家牺牲奉献 在县府财政稳定且有剩余的情况 今年起再为外勤警销人员调声超勤 今天每个月1000元达到17000元 警察而言 我觉得民众发生很多事情只要一紧急一危险 想不到是哪个单位 第一个都是想到警察 所以我们警察其实常常都必须要超勤加班 这部分现场非常体恤警察的辛苦 所以在这部分也为各位加了很多的津贴下来 希望让原警们的努力能够有所抱怨 台东县政府将警察人员超勤加班费主年调升 今年预算编列提升到每人每月17000元 健康警察费也提升到每人4500元 替警察同仁争取最大的权益以及福利 现在暑假又快到了 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游客会到台东来 而游客带来的这个不管是秩序问题 或者是交通问题 都要扬带我们交通警察 以及我们的一般的警员们来协助 那真的在这边非常感谢各位 警察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庆 因为它代表的是我们台东力不安定的力量 它代表现场在这边感谢各位 在地检署的工作业务的执掌来看 无论是侦查犯罪 是实施公诉 还有判决确定后的执行 还有甚至到司法保护业务 每一项我们的工作都需要警察同仁给我们的协助 所以可以说你们是我们最佳的神队友 所以我今天在这边也代表台东地检署 来对我们的最佳神队友至上最深的谢意 此外典礼当中 台东天后宫公积捐赠献局 300件新式LED闪灯式反光背心 提升远景夜间能见度 远距就能警示驾驶人减速迈行 让远景执勤更有保障 表扬大会中包括副宪长王志辉 议长吴秀华多为议员 台东地检署检察长等各协勤民力干部共享盛举 并祝贺全县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 接盘最台东市报道